沈小阳,相信时间,也是为了更好的活在当下,所谓当下,简单的说就是指现在正在做的事,所在的地方,周围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,把关注点击中到现在的学习,工作和现在的人,珍惜当下,享受当下,品味当下,才不知在将来的某天后悔,没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,牢牢把握住现在的人, 才能收获一个灿烂的未来,杨年生人,兴致温和,而事业有妖娇,好劲不易好动,缺乏思虑决断,致死一生了好机会,但富有背叛心而重有情,强浪在今前,意味是一夜上多情与次失败,此人色情之念甚至勿招一生的不幸,以应谨慎之,杨年生的人敏感,记忆力强,有慈悲心,守秩序, 坚实,坚让,沉静孤立,是美妇渐渐衰微之兆,所以前女因机简,以待老年之幼,处阳人对爱情忠诚,一旦看准了值得爱的人,就会专心一意为心爱的人献上一切,在结识情侣的时候要带眼识人,处阳人对工作兢兢业业,认真细致,一丝不苟,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, 财运大致说来不错,一生都不会为先苦恼,要花钱,要注意节制,避免入不敷出,蜀羊的人在十二生肖当中生年地之位目,所以生肖蜀羊的人聪明能干,机智怜悯,总是在人群当中,能够显现出自己的能力, 女孩子为人心思尽力体贴温柔大方,所以总能够聪明能力,得到升级领导和长辈们的照顾和关爱,到了中年以后,生肖蜀羊的人能够请简之家,要多做善事,记得行善,才能够为自己的人生事业积累福报,单身生肖蜀羊的人来说,肯定是你们桃花远盛开的季节,月老先生你们人生的姻缘, 这一次你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段机会,这也是你们感情闲于大翻身的最佳时机,所以除了转线之外,休闲之余也要谈一场恋爱,参加自己生活当中的乐趣,找到自己的一中人,自然您的生活会独自独裁,大富大贵,只要你们把握好一切,所以事业都会向你们蜂拥而立, 千万注意不要跟别人反扣舌,已欢的人是一定,谨言慎行,不要跟伴侣发生争执,以免感情陷入低谷,数量的他们非常有经济头脑他们伤心多多,头脑灵活,特别是命力带财,能遇到贵人,下半年初内观的天葵即兴必诱,因好运影响,加上自己不服输的个性, 他们事业上收获水到渠成,又妄议改早期流年不利,麻烦重重的现状,见识与是逆袭,偏还愿一路走高,喜悦真爱来,诸是顺风又顺水 另外对于一部分生孝阳的朋友来说,虽然目前事业上挫折较多,但是通过完善自身不断去学习,随着能力提升,不出几年,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, 大师在这提醒书洋人看运技能,万般皆是命,万点不由人,书洋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,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, 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,即使给你整个世界,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,人生的坚持,就是学习的坚持,尽管是遭遇困苦, 但是我们却是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,重新的去爬起来,这就是奋斗的人生,总体来说,你的运势算是很不错的, 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,遇事三思而后行,与人相处稍大圆滑,好运次会降临在自己身上, 建议你可以尝试佩戴自己属相的配饰,可压制自己的心火, 祝你夺逢贵人,远隔小人,事业顺利,万事安排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!